里亚,你去过夜店吗? 没有 你为什么没去过夜店? 没有人带我去啊 没有人带你去,那你自己不想去吗? 我有点想,我不敢 夜店很可怕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去夜店 我说什么,做什么,穿什么,我都不知道 去夜店跳舞呀 夜店不是喝酒的吗? 队友来说是喝酒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跳舞的 因为我也不喝酒 那你怕在夜店喝酒吗? 也不是,我不知道自己的酒量 你喝醉过吗? 没有,但是,但是,但是一般 我感觉女生去夜店是不会自己买酒的 会啊 是吗? 一般都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走进了夜店 然后会有一个男生去请她喝一杯酒 去,然后去搭讪 哦,所以你觉得男生去夜店是为了跟女生搭讪对吗? 嗯,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女生去夜店可能是为了跟男生搭讪 哈哈,不是的 不是吗? 因为我去夜店就是为了跳舞 对,但是也有人跟我搭讪,也有人给我买酒 可是我不敢喝 对啊,那如果我去夜店没有人给我买酒 没有人跟我搭讪怎么办 哈哈,那你会怕别人跟你搭讪吗? 嗯,有点怕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跟我说什么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嗯,那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回 嗯 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那万一他说的话我听不懂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太可爱了 哈哈 别人跟你搭讪的时候 嗯 他一般说什么呢? 他会碰一下你吗? 哈哈,我不知道啊 哈哈 哦,就是他会说Can I buy you a drink? 对 那如果是中国人呢? 好像没有中国人跟我搭讪 哈哈哈哈 所以我不知道 嗯 那你喜欢跳舞吗? 在夜店跳舞的人都很专业吗? 嗯 他们都是喝醉了随便跳的 那随便跳谁不会,我也会 但是你不喝酒 你在夜店怎么跳舞? 我不喝醉我也可以跳舞呀 我可以自己喝嗨 哦,所以你的跳舞就是自己在那儿动 对啊 就很高兴就可以了啊 就是有音乐 然后自己的身体在那儿动 对啊 然后你可以不跟任何人说话 对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只要音乐好我就可以跳舞 我不需要喝酒 那其实只要有音乐 你可以在你的家跳舞 你不需要去夜店 不一样 气氛不一样 atmosphere不一样 怎么样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如果这条视频的评论超过了100 如果大家都想让丽雅跟我去夜店 那我们就去夜店吧 会负责给你化妆 哦,你会对我的安全负责吗 万一我喝醉了呢 你放心,我肯定不喝酒 我就是你的Wing Woman 我会帮助你找到 帅哥 那如果找不到呢 那我就失败了呗 好吧 Yay Learn Chinese with Dolores and Lea 我们都想看你去夜店 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激动